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生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业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 细胞是万一 那是彻底完蛋 最新兴起 没想到今天墙内各种社交媒体 各种群里面疯传一篇文章 习近平卖国贼 习近平卖国铁证 我一看的内容不得了 集体冲塔 背后究竟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反复狗立习近平 从中风开始 步步紧逼 在习包子反扑 我们也反扑 反扑再反扑 对习包子发起新一轮的猛攻 还是说民意汹涌 习包子不得人心 不得人心 我们一起去看看分析分析 另外一头就是什么 这个包子创下烂尾的新记录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你没想到这个这个养老金啊 这个住房养老金这个事情 出来才一天啊 这个那就就是民意汹涌啊 澎湃啊 这就是什么 你习包子干干的东西呢 那你民怨沸腾啊 你看这个一天就就出来 这个不行了啊 这个习包子烂尾创下新记录 这凑在一起分析的就看到 这个包子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行 包子除了除了这个祸国殃民以外 都没有其他的啊 这个啊 这个尤其在国际上没没他份啊 没他份啊 然后另外一头什么 另外一头这个李嘉诚 哎 李嘉诚这个老老前辈大佬啊 那么这个他的一一动向啊 我一动一进 我我们是密切关注啊 是吧 这个李嘉诚究竟怎么走啊 往哪里走啊 我们那个是吧 要几步不紧跟啊 是啊 哎呀所以最新动向 他怎么这个哇又是哇彻底彻底跑光啊 又又是个这个甩麦的动作啊 那我们一起也是结合起来分析一下 就不看好你包子 不看好你家中国共产党 人家个这个李嘉诚啊 中国最棒啊 那个这个这个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给大家指明方向 哎是吧 啊 这另外一头是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司机 哎 昨年司机啊干的漂亮 跟什么啊 跟莫迪啊 高度一试做出一个一个同一个共同声明啊 里面我们看得出来 哎莫迪这个这个家伙啊 他的比细胞子不到高到哪里去了 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啊 现在现在明确站队支持乌克兰啊 支持乌克兰啊 支持乌克兰 而且对象这个莫迪这个这个家伙啊 他去完俄罗斯再去乌克兰 两边都去过 现在选择哎你看啊 这个一屁股啊 坐坐在乌克兰这一边就可以看 你看人家莫迪啊这个那是很鬼精鬼精啊 你看那个普丁丁印堂发黑 是不是啊 哎呀看这个看他的玻尿酸脸 这就就知道他要输了 回头一看哎呦 哲联斯基脸色红润 是不是啊 一看就是大将之风啊肯定要赢啊 所以这个莫迪已经做出选择 而且是跟细胞子完全相反的选择啊 所以这就有点夜色啊 包子车彻底完蛋啊 所以我们几个几个情况详细 怎么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报导一下分析一下啊 一个一个来啊 先说说习近平卖国贼 习近平卖国铁证啊 这个事情不得了啊 就是这个墙内疯传啊 疯传就是什么 这个包子现在国内民怨沸腾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物价飞涨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蔬菜 蔬菜 粮食 这一块 所以这个中国人 这么多年啊 中国人又再一次出现什么 有的人就是吃不饭饭 你看最近有一个211工程的女大学生 就是吃不上饭 找不顿工作 你想啊 就出现如此严重细胞子上台以来 陆陆续续 我们看到一个年前找不到方向 就是什么 那就是跟过亿有关啊 有有些东西很简单的 你不会说没有 但是过亿太过亿 老百姓就开始吃不起咯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啊 大家这个 大家都说蔬菜涨了百分之一百一百二十几 但现在幕后黑手啊 这个就是这个找到了啊 就是什么 就习近平啊 你没想到我当初我我我也是这个啊 一种啊 这个啊 推推测啊 大家都现在推测被被完全证实了 就是来就什么呢 那墙的找找了很多啊 有第一个人来源于什么 哎 来源于俄罗斯 你没有想到俄罗斯抱抱中国料 就是什么俄罗斯公布了 中国确实每年啊 山东受光 每年向俄罗斯出口蔬菜约五十万吨 那个 那你说就是什么 撤印俄罗斯呗 俄罗斯现在证实了 出口蔬菜确实有有 把中国的蔬菜还有还有粮食啊 那个运到俄罗斯去了 不要钱送送过去 我们里面老百姓水深火热 大家都没饭吃 你说这不是卖国什么是卖国啊 还有啊 还有他自己一个跳出来 哇 那个荷兰蔬菜水果啊 提前三十天到达俄罗斯餐桌 哎呦不得了哦 国新办开发部会点赞 你看到处把中国这个荷兰啊 山东也是粮仓嘛 是不是啊 全部什么全部供应俄罗斯 哪里是餐桌啊 就是我这个之前都说了 俄罗斯这个这个这个文业 他打仗打到今天 肯定会影响国内的生产修费 还有还有是这个这个粮食种植的 各方面肯定是会受影响的 那现在好了这个之前 因为俄罗斯这这个文业 他他也是国内的卖卖石油就行了 很多人就好吃懒做 根本以前都不用做 然后中国兜底 中国以前也也是有点钱啊 给他给他输送 好了 现在就什么个种种田也不好种啊 俄罗斯方方面面出问题啊 出问题 他肯定就人手各方面都不够 要很多你有有气有力的劳动力去去种的嘛 这个种粮食多多少少 你现在说说是说是机械化的 多多少少都要劳动力的 那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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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里有人的打仗都没人 是不是啊 那这个他从头到尾都没人 那种粮食也没人 那个中国供应过去什么 供应军队 啊 就本来 你想我们 我们就是今天那个多多运动一下 我们多吃两碗饭 那个军人天天跑来跑去 那个天天天天 是不是啊 他要不要平时吃一碗这个 现在打仗的时候 他不吃五碗饭 所以吃他吃也多 哎不是开玩笑 到后也就是什么俄罗斯后勤也不够 到后勤不够 现在就是这个包子 把中国搞搭进去 现在彻底影响了这个啊 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这个生活 那个这个老百姓这个菜价 为什么涨150多 不过说中国中国确实 现在现在你说啊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 这个混口饭吃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就是这些饭都都 给包子败败光了啊 是吧 所以这 老百姓的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全国各地都都在涨 那原因找到了 就习近平 就习近平害的啊 而且哦 我习近平你看这个这个很很很坏哦 这个人啊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议员的自由亚洲报道啊 来源于七七月份的一个报道 现在拔出来了 这个这个马来西亚议员呢 指中国那些有一些蔬菜呀 出口泛滥危及马来西亚本国的菜农啊 这个就是什么 中国什么都往外面搞 什么都惨 但他也不是产能过剩哦 本来中国缺粮食啊 但是什么呢 不给老百姓车 就是什么 就就推到国际上 为什么 还 卖给马来西亚 卖卖给什么 有外汇 所以一个又要支持俄罗斯 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就是送到一些国际上能够来 能够接受中国产品的地方嘛 大家做做中国 这个有些产品的发达国家人 这个啊 大家就不要吃啊 可能不不健康啊 但有有些国家吃嘛 他要出口过去出口过去干嘛 创慧吧 所以就不是说 宁愿出去创慧 不要给给酒的中国中国人吃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 就导致中国的这个老百姓苦不堪念啊 所以这是什么 习包子为了这个维持这个这个秩序 他他现在搞的是什么 底下的人很难受很难受啊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发很多文章出来啊 就映射习近平呢 那么习近平啊 你看那个1979年12月的时候 苏联入侵阿富汗 当时邓小平随机发声明 严厉谴责苏联 两个月之后 中国又宣布和美国等60多个国家 站在一起 联合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中国的做法不仅赢得了 就当时啊 当时邓小平应该这么说啊 赢得了欧美国家充分的尊重啊 大家回头看中国共产党忽悠全世界啊 在当时啊 当时就也也算是就就成功嘛 只能这么讲啊 他这个这个成功的忽悠全世界啊 然后赢得了这个欧美国家啊 这个赞同啊 后为后来改革开放进入WTO铺平的宝贵的国际道路啊 所以就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对比为映射呗 你看人家邓小平干的漂亮 看你你你包子干的好事 所以就是什么 这个里面不断的有人啊 也就是什么 就给给包子挖坑 就是什么 所以所以现在包子肯定输 我说的啊 为什么人家反习派在暗 包子在明 包子找不到哪那个 你看 细胞子只要休息几天 你想休息 你要包子想休息 我们马上放风 放风 不是我们啊 反习派马上就放风 放风干嘛 哎 这个他中风了 他身体不好 大拳旁落了 不断的喂喂料 不断的给给料 就是什么 就让你细胞的泪垮 你天天我不让你休息 你想休息 你一休息我就我就整你料 你要中风 是不是啊 哎所以这样整就是什么 你想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啊 这个三倍老头 而且高高血压啊 高血脂 然后酗酒啊 这个这个这个习近平 身体肯定就不好了 是不是啊 那个那个 就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还只要包包子肯定 可能是想休息一下的啊 这个这个不让不让他休息 高强让他高强度工作 就是什么 搞你包子 就搞你包子 你包子出来 我我哎 你你干干什么 我们的马马上反击啊 或者说反西派 反西派马马上就就就就给他顶 那个搞的搞的包子很不好过 你比如这两天就说到那个什么 住建部那个啊 养老金这个问题吗 当然背后就是中国汹涌的民意 老百姓都都想那个包子赶紧赶紧滚 包包子赶紧下一个做该该中风中风 是不是啊 就大家都有这个强烈的意愿 就习包子都玩也敢 民意啊也是同意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能两者皆有 你说没有人在操作呢 这些东西不会传播这么快啊 里面有人推波助澜啊 有人先放尿啊 所以这这背后就是什么 就搞你包子呗 这个住房养老金这个事情啊 今天那个住建部也是跳出来了吗 跳出来就说了哎呀 辟谣啊 你们误读了啊 误读就是什么呢 当然他他说误读也是洗地啊 洗地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专项基金啊 现在主要是搭建一个制度哎 但是里面公共账户呢啊 是不需要老百姓出钱的啊 是不是啊啊 就是这个哎的公共账户 还有个人账户呢啊 还有什么呢 那当然这是出来洗地了 牛肉后路了啊 但是他这样要出来啊 洗这个地呢也是证明什么 也是证明被炮轰的不行 可能引起这个房房地产的崩溃啊 大家甩卖啊啊 金融制度 我说的金融都岌岌可危 都赶紧出来辟谣 所以这个时候哪怕他到时候再换一个啊 什么个人账户啊 这个公共账户不用交交啊 其实不用老百姓出钱呢 我们只是整合一下资源啊 本本来也是老百姓的钱 我们啊想办法把它把它挖空出来啊 这个啊只是这样啊 为了老百姓好啊 在在中共产党是臭不要脸啊 但实际上也是他做什么做不成 你想做我说那习包子作为一个独裁者 在国内延迟退休他搞不成 那个房地产税搞不成啊 现在想拐个弯啊 搞住房养老金他都搞不成 他都搞不成 但是他要不要搞他要搞 他有强烈的需求补现在财政的窟窿 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没钱啊 是不是啊 所以所以就是他一做政策 他又推不开去 这就这就习包子彻底失败 他又做不好 然后他他要做坏事 然后底下的人也也是抵抗很大 抵抗很大 他又没了魄力真正推这些坏事啊 什么什么有本事 他都延迟退休啊搞啊是不是啊 他不敢搞啊 所以就是他没了本事啊 没了本事啊 说一千到一万啊 所以很简单啊 这个我们我们不要低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啊 但是也不要高估他的能力 他能力也就是这样 尤其是包子 尤其是包子这小学生啊 不是我瞧不起他 他也就那点能力啊 他还他还哎呦喂啊 他还就是收买民主党 收买个共和党啊 开玩笑啊开玩笑啊 他这个他哪里搞不定啊 国内他都不敢搞啊 不要说的搞搞巴基斯坦搞朝鲜 你看啊 所以能力有限啊能力有限啊 所以啊 最后你看那个一天就烂尾 一天马上马上跳出来 可见的国内很多啊 金融啊 还有房地产的压力都非常大 他就赶紧辟谣不然到时候房地产就崩溃了 个个都挂牌卖啊 他他就受不了 所以就赶紧辟谣不然所以这个这也不叫辟谣 就赶紧出来洗地啊 所以这是一头啊 但是这个市场现在根本不跟他不对付啊 另外一头我们看到比如李嘉诚 李嘉诚港媒报道啊 底下他个长江实业啊 这个集团啊 已经宣布啊 有一批买家在香港当时交了定金啊 要买他那个旗下一个项目的这个这个房子 房子后后来什么呢 有有的人就他定啊 有那个定金不要了 这个说哎呀 这房子跌的太多了啊 就想不要 结果什么发出律师函啊 常见李嘉诚发出律师函 你们要给我补差价啊 就是什么这个跌价 你当时说一万块一个平方 你你们帮我买 现在跌到八千 你们说不买 不行啊 你这两千块 你们交了定金 你们要他可能有一个合同吗 里面就你们付定金的负责啊 这个差价不是你们不要定金就行 不然我们就起诉啊 起诉这些买家 可见李嘉诚跟那买家门呢 已经是彻底撕破脸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摊这个牌啊 也就是李嘉诚知道现在这个文页啊 已经是没有什么勤奋可讲了 就如果这个还能长期做李嘉诚 未必走到这么一步 但李嘉诚走这一步 证明什么跟香港 就是这里已经没有他好搞了 能搞一天是一天 我干脆按照合同执行 没有 你继续轰的他也没用了 所以就干脆李嘉诚 彻底跟香港有点也是摊牌的意思了 不是我们按照合同 有时候就这样啊 我们按照合同执行 那就是摊牌啊 是不是啊 这个而且啊 最最可怕的就是这个项目啊 本来啊 已经是打折七折了 当时已经五月份开售的 这个叫LYOS嘛 新界西北洪水桥的这个项目 本来已经是七折 结果七折还要跌 就跌破了这个 当时觉得七折还是蛮高的 七折再跌 你可见香港的这个楼市跌的够呛 就七折也跌破 后来跌到六折五折 所以就七折买房的都塌定 所以你说多可怕啊 跌的太快了 香港整个是崩溃 可以这么讲啊 还有这个很多项目 也包括七月份在东莞也甩卖甩 还有在四月份的时候 长石集团也在黄筑坑 这里也是打七折不断甩卖 反观李嘉诚在英国 你看在英国伦敦 进行各种布局 各种买入 各种什么 所以网上很多按悄悄的都是抹黑 我告诉大家 包括有的人说 英国不行了 英国暴动了 假猩猩 什么关注什么白左问题 大家不要被骗 外面很正常 因为几十年以来 我资本发达国家有游行示威 人家和平游行示威很正常的人 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就是换个法子 变个种 来到抹黑 外面 外面好得很 股市天天创历史新高 所以中国共产党搞这些小动作 那是一笑大方 可以这么讲 一笑大方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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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看到习包子在俄乌这个问题上面 他也是彻底失败的 除了国内的老百姓跟他不对付 李嘉诚资本家跟他不对付 外面他彻底失败 你看习包子刚刚的 你看又撤印 撤印俄罗斯 结果这边 你看穆迪比他聪明的多 刚刚我看到这个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 那个相当给力 就是 泽连斯基宣布一个什么呢 支持印度举办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你看泽连斯基就表了这个态 第二次和平峰会 我们继续举行 而且这个主办权 你看我们乌克兰拿捏的 我说把这个第二次峰会主办权 给考虑支持你印度举办 你印度还要谢谢我 所以你说泽连斯基高度自信呢 我说现在 泽连斯基在国际上有头有脸 现在就可以这么讲 你都想不到 证明人家能力高 只能这么讲 现在这个主办权呢 当时中国你看不断炮轰 乌克兰和平峰会 不参加 但现在 现在泽连斯基人说清楚了 上一次有八十个国家签名 中国没有签名 印度也没有签名 如果上次没有签名的 这次我们不给他参加 理想举办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泽连斯基话锋一转 明明印度上次没有签名 为什么又支持印度呢 证明印度肯定给了很很大的好处 乌克兰在谈判里面 所以印度基本上 你看他去了俄罗斯 又去了乌克兰 证明印度选择跟肯定跟乌克兰 有很很丰厚的交换 所以啊 这个或者说给予很高的支持 切断 包括可能啊 切断俄罗斯的这个雇佣兵 因为我们说的最大的一个兵源 是在印度这边切断他 然后或者说这个印度的雇佣兵 就参加乌克兰 你说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国际人口最众多的一个国家 如果印度的雇佣兵参加乌克兰 绝对那是一个非常棒啊 所以这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乌克兰这边人家什么 有钱啊 这边全是到位的 不像俄罗斯两边 如果两边哎 所以大家千万不以为什么俄罗斯 有人多过乌克兰 最后不是看人最后是看钱 乌克兰各方面后勤到位 是不是俄罗斯没有钱 最后他也请不到雇佣兵 乌克兰能请到 所以大家不要指定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的人的人 人数他可能是他可能也能请雇佣兵 乌克兰以为 所以这一边 他这个哲联斯基在国际当中啊 你看占据很有力的位置 我们看得出来啊 所以这这这是我们看到 反正就就非常棒 那另外一头我们看到乌军呢 在各个继续什么定点清楚 定点清楚 我们看到最新的乌军甚至活桌 什么活桌 在库尔斯克拿下一个军火库 很大的一个军火库 直接什么 全部军火直接没收收缴 非法军事财产全部没收 侵略者的 所以就是什么 现在就证明俄罗斯落荒 逃杂的俄军全部跑光了 武器仓库都不要了 现在都不是远程 乌军一方面远程去定点清除 把他军事力量全部清除就很好打了 人头是凑凑人海战术没有什么用的 现在所以这一头他简直自己跑了 乌军直接你看这个拿来主意 所以方方面面来看了 细胞热彻底完蛋 先说那么多 绝对不错打开小铃铛